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雅婷 泰国在2018年通过药用大麻合法化 开向东南亚国家第一枪 2020年初泰国第一家大麻诊所在曼谷开张 光是第一天就有400多位患者 踊跃索取大麻药品 从舒缓疼痛 治疗失眠到缓解化疗副作用 药用大麻的用途相当广泛 除了提供癌症等重症病患另一种治疗选项 也带动相关产业的经济 泰国官方估计 2024年前药用大麻的商机 上看新台币1000多亿 民众排队挂号领药 这间繁忙的诊所看似普通 仔细一瞧竟然贴有大麻吉祥物的图样 这是泰国官方设立的第一间合法大麻诊所 位在曼谷近郊 2020年初开张的第一天 就吸引400位患者 索取有大麻成分的药品 從治療失眠 噁心 肌肉酸痛 到舒緩癌症化療副作用 要用大麻都能夠發揮效用 泰國政府看準大麻療效 和龐大的商機 計劃未來在全泰國 開設77間大麻診所 如果我們期待的效果 也許可以讓泰國人 賺到更多的貨幣 由於這個業界 可以使用化妝品 可以使用化妝品 可以使用重量的業界 泰國在2018年通過法 成為東南亞第一個 要用大麻合法化國家 官方預估2024年前 將為相關產業帶來約合 新台幣至少1700億的商機 相當可觀 不過娛樂用大麻 目前在泰國還是禁止狀態 中央社綜合報導 美國總統川普的白宮保衛 原本因彈劾案陷入危機 但在參議院表決結束後 川普的寶座不但做得穩 甚至幫助了他的連任之路 川普被控的兩項彈劾案 均獲判無罪 無需下台 這個結果早在外界預料之中 因為參議院必須要有 三分之二的議員同意 才能讓他去職 況且川普所屬的共和黨 在參議院100個席次中 佔了53席超過半數 兩項彈劾案的表決 黨派壁壘分明 第一項濫用權力的彈劾指控 以52票比48票 未達通過門檻 第二項妨礙國會調查 則以53票比47票 也遭到否決 令人意外的是 共和黨參議員羅姆尼 認為川普濫權 成為唯一的跑票者 對於彈劾案結果 參議院共和黨領袖 麥康奈樂觀表示 美國政治的新頁即將展開 而剛在川普國情滋文演說 撕爛講稿的眾議員議長 裴洛西表示 川普對美國民主 只有害處沒有益處 同黨的參議院民主黨領袖 舒默則強調 川普的無罪釋放 仍有很多質疑處 不過成為第三位遭坦咳的 美國總統川普沒在怕的 宣判無罪後沒多久 就在推特宣告 他將發表公開聲明 討論美國在這場 坦咳騙局取得的勝利 更上傳影片高調慶祝 挪用時代雜誌封面 川普用避逆眼神 看數字年份不斷跳動 最後一個畫面停留在永遠 暗示自己是美國永遠的總統 中央社綜合報導 Google母公司Alphabet 公開去年第四季財報 整體營收為460.8億美元 同比成長17% 這次並未公布 民眾點擊Google廣告的次數 以及每次點擊成本 取而代之的是首度公開 YouTube及雲端服務的營收 其中YouTube本季廣告營收 47.2億美元 同比成長31% 在全年度則為151.5億美元 約和新台幣4524億元 佔總營收9% 另外雲端業務營收成長53% 來到26億美元 Alphabet執行長皮查伊表示 在人工智慧 雲端運算等生電腦科學的投資 提供了持續成長的基礎 不過Google雖然迅速成長 仍大幅落後亞馬遜與微軟 Google想要在雲端領域 跟上競爭對手的腳步 恐怕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由於Google搜尋引擎的收入 成長持續放緩 而廣告營收成長 也不及競爭對手亮眼 雖然在世衛廣告與雲端運算 拉抬下獲利成長 但營收成長卻不如預期 而且從YouTube及雲端營收數據 盈利 情況難以判斷 財報揭露後 Alphabet股價在盤後下滑4% 尋見這季財報公佈的數據 已無法安撫投資者 中央社綜合報導 中央社記者 將進入 中央社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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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盛頓報導 中央社擁有陣容最堅強的新聞團隊 全球布局 居台灣媒體之首 將近30個據點 分佈五大洲 以台灣觀點 掌握全球脈動 總部位在肯亞首都 奈洛比的慈善組織樂事會 日前公布一項報告指出 去年全球最富裕的2153人 掌控的資產比最貧困的46億人 相當於全球六成人口的財產總和還多 凸顯嚴重貧富差距問題 而報告中提到全球經濟的性別差距時 發現全世界有22位富豪的總財富 超過非洲全體女性的財產總和 樂事會執行長比哈爾舉了印度一名女子為例 說她每天工作16到17小時 內容包括跋涉3公里去取水 煮飯 幫小孩準備上學 這些不知心的照顧工作 還得上班賺取微薄薪資 比哈爾認為女性負擔尤其重 是因為她們通常都是主要照顧者 也因為女性的付出 得以維持經濟和社會齿輪轉動 但卻因此困在經濟底層 比哈爾強調要改變貧富不均 以及婦女弱勢的現狀 各國政府的首要之務 是確保富人如實繳稅 並將這些稅收用來提供 像是乾淨用水 醫療保健和學校教育等 以減少女性照顧者工作負擔 有更多機會維持生計 張社綜合報導 舞者華麗轉動超大立方體 台下觀眾看得目瞪口呆 喬委會一百零九年春節文化訪問團 日前赴菲律賓納瑪式表演 傳統記憶結合當代馬戲團 一連串的精彩節目 大獲觀眾好評 春訪團透過娛樂表演 呈現台灣在地特色 促進台非文化交流 丹瑪式議員阿貝勒拉 特別代表市長出席 上演一段大環旋轉秀 並獻給台灣人民祝福的話 根據主辦單位統計 這場表演吸引了約四千位民眾前來觀賞 場面爆滿 反應熱烈 帶給斯律賓民眾一個難逛又愉快的夜晚 莊社記者陳彥均 納瑪式報導 帶您關心科技消息 人類不斷挑戰在太空處理食材 先前有杜拜的新創公司挑戰太空烘咖啡豆 號稱無重力的環境下豆子會烘得更均勻 最近有德國科技開發商和紐約新創公司合作 在國際太空站烤巧克力餅乾 一片原本只要烤二十分鐘就可出爐的餅乾 花了兩個小時才完成 雖然耗時六倍卻已經寫下記錄 也有助於未來開發更多在太空使用的電器用品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在華視頻道和中央社網站都有播出 我是張雅婷 我們再會 广告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